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713天 前几天的影片因为美国移民问题被一些观众骂了 主要是说,我对美国政治一窍不通 其实共和党反对的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并不是反对合法移民 而拜登代表的民主党则是放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目的是获得非法移民的选票为选举算计 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 我从未说过共和党人反对合法移民 我一直是说他们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尖锐对立 共和党及其支持者主张严控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而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主张对此采取宽松的管理政策 两者在移民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表现在一个要言一个要松 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才是正确之道立国之本 我也说其实双方都有道理 因为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影响本来就是利弊参半 非法移民带来了罪犯 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但也有麦阿密这样的非法移民集中地 崛起成为美国繁华都市的成功例子 而美国移民问题属于美国内政 对国际格局影响甚微 因此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人纠缠 昨天很多消息说美帝的原污议案通过了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实际情况是参议院推出了一个包含 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跨党派法案 该方案将于本周在参议院进行投票 在拜登和民主党人拿出最大诚意 提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控制边境非法移民的措施后 这个经过了数月磋商的总金额为118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出台 包括一系列条款 旨在减少南部边境创纪录的高过境量 并收紧因逃离家园寻求庇护的移民而不堪重负的庇护系统 它还包括140亿美元对以色列和600亿美元对乌克兰等关键援助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敦促参议院不要投票支持这个协议 特朗普提出美国援武已经够多 现在是欧洲国家自己出力的时候了 因此国会共和党人不断提高价码 美国援武法案一再被拖延表决 个人推测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没有什么悬念 但拨款委员会设于众议院 财政拨款必须在众议院通过才能成行 真正的麻烦在那里 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虽然在嘴上说 不能任由普京在欧洲胡作非为 但却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预算 因为这在政治上对拜登有帮助 而约翰逊从不讳言 自己的目标是把特朗普送入白宫 美国众议院将搁置乌克兰援助的表决 而先通过176亿美元的援助以色列计划 谁都知道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重要性 紧迫性和严酷性远远超过以色列剿灭哈马斯 试图放行资金 而给以色列却阻挡其进入乌克兰 很明显是为了大选 英国《金融时报》警告说 如果美国停止援助 欧盟国家至少要到2025年 才能填补美国武器的短缺 这使得今年下半年 对乌克兰来说可能比较困难 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 2月5日表示 俄军上周增加了近25%的炮击率 对乌方进行了超过1500次的炮击 目标是570多个乌孔区定居点 由于西方援助炮弹的不足 乌军在前线的一些关键地区 如阿富迪夫卡越来越多地配置炮弹 只能瞄准大批前进的俄军士兵开火 而俄军似乎发现了乌军炮火的不足 正在以更小的群体向乌军阵地前进 与此同时 原本乌军拥有相对更好的反火炮能力 特别是他们拥有美国NTPQ364850反火炮雷达 和德国Cobra反火炮雷达系统 不过 由于炮弹不足 使得反火炮雷达发现的俄军火炮 因为没有发射足够的炮弹予以覆盖 造成一些俄军火炮逃过打击 我无法评估这样的情况有多严重 但有两点是肯定的 一是欧盟成员国提供的炮弹数量在迅速增加 一定程度上弥补上美国原污放缓带来的缺口 二是乌军使用的无人机数量 大约是是俄军的20倍 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乌军炮弹的不足 在准备去年夏天的大反攻时 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包括超过80万枚155毫米炮弹 欧盟从去年3月到现在提供了50多万枚155毫米炮弹 一些多国家援助 以及乌克兰自己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了至少30万发152毫米苏式炮弹 我不认为乌军炮弹短缺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严峻 但是拖延缘无法案的表决 严重伤害美国在其盟友中的信誉和领导地位 但现实就是如此 你想要有效的制衡 就必须接受它的撤肘 二者不可得见 乌克兰和其他西方阵营国家 尤其是欧洲国家看来 要做好万一美国较长时间停止对乌援助 如何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的准备 好在欧盟的预算已经通过了 不至于让乌克兰孤立无援 欧盟此次能以惊人的速度 通过了对乌克兰的500优援援助方案 而欧尔班毫不迟疑投了赞成票 显然有拜登幕后运作之功 且看他能不能在国内闪转腾挪 尽快搞定对乌克兰的预算吧 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 2月5日在接受波兰超级快报采访时表示 不排除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波兰必须为这样的战争做好准备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 乌克兰可能遭受军事失败 以及俄罗斯可能对波兰进行直接攻击时 这位保守派政治家回答说 我预料到每一种情况 并最认真的对待最坏的情况 42岁的卡梅什明确强调 他这句话不是随口说的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波兰国防部已经开始具体的准备步骤 例如检查军备方面有哪些缺口 这是继德国国防部长两三周之前公开表示 不排除跟俄罗斯发生战争后 又一个欧洲国家的国防部长做出这样的公开表态 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 而让俄罗斯占领乌克兰 回到战场上来 阿弗迪夫卡前线 皮萨克尼科里尔湖一带的局势 对乌克兰军队来说已经恶化 俄罗斯人设法控制了湖的北部 西北部的所有地区 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 俄军这几天在阿弗迪夫卡北部取得进展 很可能与第47旅 奋兵支援南部的战斗有关 美国战局网站称 乌军已将埃布拉姆斯M11主战坦克 部署到阿弗迪夫卡前线 操作这批坦克的正式乌军第47独立机械化旅 大胆预测一下 阿弗迪夫卡北翼的局势将很快得到改观 巴赫木特前线 乌克兰部队设法重新控制了 从北部通往克克里什齐夫卡的公路的一个重要路段 同时还保持了对战略高度的控制 俄国人被逼退了几百米 最近几天 乌军在巴赫木特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 先是俄军将俄军赶出了 库九米夫卡西北部的一个重要据点 又在安德里夫卡发起反击 夺回铁轨对面的战略阵地 最后又在克里什齐夫卡取得重大进展 这一波已经基本抹平了 俄军自去年10月6日以来 在巴赫木特南翼的战国 东部前线 福布斯称 俄罗斯在库皮扬斯克方向 集结了500辆坦克 600辆战车和4万名士兵 目标是夺取哈尔科夫州 在选举日作为送给普京的礼物 这个牛皮吹得有点大 此前不管是2023年夏天 还是2022年春天 俄军的规模都要比这大的多 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再过不到20天 乌克兰战争就进入第三年了 战争会改变一些事情 重写一些规则 但它无法磨灭人性 即使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 人性的光辉依然会如群星般闪耀 这是我始终坚信 最终的胜利 必定会属于乌克兰的 最最根本的原因 俄乌战争爆发第713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102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39.06万人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7辆坦克 35辆装甲车 一套防空系统 41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0套特种设备 18门火炮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阵亡官兵约8.5万人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2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 叶夫根尼 摄夫勤科 2月5日 在接受乌克兰全球战略研究所所长 瓦继姆·卡拉谢夫采访时透露 乌军总司令扎鲁日内 已同意担任驻英国大使一职 可能在未来几天内 被免去乌军总司令职务 摄夫勤科称 我的消息是 扎鲁日内已经同意担任驻英国大使一职 他很有可能去伦敦任职 他还说 被派出去当大使就相当于政治退休 不可能将来重返政坛竞争总统职位 这是乌克兰的惯例 因此 我在这里 让那些喜欢扎鲁日内的人失望了 这位议员说 扎鲁日内可能会在 在2月8日被正式解职 摄夫勤科有点遗憾地说 如果这位将军真的接受了担任驻英国大使的提议 那就100%结束了 扎鲁日内作为政治家参加未来总统竞争将不复存在 他说 如果他不去 而是留在乌克兰 开始某种政治生涯 他还是有机会的 机会不是很小 而是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乌克兰内部确实有一些政党希望找扎鲁日内合作 将来推举他竞选乌克兰总统 同时利用扎鲁日内的民望 为本党赢得更多议会席位 我坚持认为 泽连斯基调整扎鲁日内职务 包括其他军政高层的职务 都是依法履行总统职权 就像其他民主国家官员走马灯更换一样 不会对俄乌战争带来重大影响 不是任何内乱 更不会有什么军事政变 军人不得干政 且必须服从文官领导 扎鲁日内跟总统意见不一致 不应当诉诸媒体 试图获得民众支持 而是应当主动辞职 更不能担任军职 跟其他政党接触谈政治合作 这是民主国家官场的基本游戏规则 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红线 就此而言 扎鲁日内与泽连斯基的矛盾公开之后 去职就已经毫无悬念 媒体炒作扎鲁日内民望 高于泽连斯基 忽视了许多民众 其实把对乌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感激之情 投射在扎鲁日内身上 如果他离开了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位子 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 就会被放在媒体聚光灯下接受批评 声望会快速下降 西方国家极少有退役军方领导人 竞选成功的例子 扎鲁日内回归政坛 将来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高 乌克兰经济部当天发布数据称 2024年1月 乌克兰出口了1200万吨产品 其中通过海运出口了870万吨 这也是自2022年2月以来最大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 敖德萨港口的出口规模超过了战前水平 也就是乌军完全掌握了黑海出海口 彻底打破了俄军封锁 这是俄罗斯强大的黑海舰队打着打着 就不见了舰队 只剩下黑海的有力证明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 兼经济部长尤利亚斯维里登科表示 2024年1月 乌克兰出口了1200万吨产品 仅比2022年1月少了200万吨 目前出口量已非常接近 俄乌战争爆发前的规模 彭博社 路透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称 在接受土耳其黑本电视台采访时 土耳其外长哈坎 费丹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土耳其期间 预计会与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就叙利亚和加沙局势 乌克兰粮食问题 能源和阿库油核电站等举行会谈 稍早一些 克里姆林宫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2月12日访问土耳其 这是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的首个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普京访问土耳其没有任何法律问题 土耳其外长哈坎 费丹透露 阿尔多安将与普京讨论 允许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的新机制 之前的粮食协议是在某种机制下发挥作用的 现在我们看到有机会转向另一种机制 现在正在努力充实这个机会 俄罗斯政府在去年7月黑海粮食倡议到期后退出 随机对包括奥德萨在内的乌克兰港口发动大规模空袭 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能力 不过乌克兰顶住了空袭 并通过打击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建立了一条安全的粮食航线 大量出口粮食和矿产等大宗商品 实际上打破了俄罗斯军队的封锁 就目前的情况看乌克兰在支持者的帮助下 可以通过海陆和陆路顺畅出口粮食 建立新的粮食出口机制 对增加出口作用有限 而俄罗斯政府则可以获得某些实际上的利益 比如要求土耳其政府施压 迫使乌克兰军队减缓对黑海舰队 或者是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应该对此很有兴趣 但乌克兰政府是否同意就不好说了 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 削弱俄罗斯战争能力 已经成为乌克兰的战略 塔斯社的报道则显示 在普京访问土耳其期间 埃尔多安会要求俄罗斯政府提供更大的天然气折扣 和延期付款优惠 缓解土耳其里拉面临的巨大压力 土耳其目前的通胀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土耳其外长哈坎 飞丹也表示 主要议题将是天然气问题 按照塔斯社的报道看 以及近年来俄土关系的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次访问土耳其 极可能会为了拉拢阿尔多安而再次接受敲诈 尤其是目前美土两国关系缓和的背景下 前不久 土耳其终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美国则同意向土耳其出售价值230亿美元的F-16战斗机 和升级套件等 并有意允许土耳其重返F-35战斗机生产计划 土耳其是目前俄罗斯 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友好国家 尽管两国在叙利亚 北非和外高加索等地 有着尖锐的地缘政治矛盾 不过 为了大局 尤其是缓解俄罗斯目前的孤立境地 普京极有可能会接受阿尔多安的敲诈 即便这会让俄罗斯政府 在本就困难的情况下付出更多经济代价 Bookfey网站的报道显示 因为正被欧洲市场驱离等缘故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去年净亏损1万亿卢布 消耗了账户中三分之二的现金储备 产量更是比战前下降了四分之一 回到了苏联时代水平 创造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历史上的记录 在海外市场持续萎缩的情况下 为了解决严峻的负债问题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只能依靠俄罗斯人了 也就是提价 从今年7月起 俄罗斯国内的天然气价格将增加11.2% 到2025年7月则会再增加8.2% 也就是说 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内价格将在两年内上涨20% 相比战争前则是上涨34% 俄罗斯人会对不断上涨的天然气 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如何看待 我们就不说了 但按照克里姆林工的说法 俄罗斯可是越打越负 二十多年后 普京终于要还他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있고요